嗨,大家好,我是袁石华医师 我们最近常常在讲一些关于呼吸道的问题 呼吸中止或者睡眠呼吸障碍 那我发现有个非常好的网站 这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组织 那这个网站上有提供一些关于呼吸道的资讯 就是呼吸道的健康 那我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其中它的一些内容 它有一些内容提到说 有呼吸道问题的人他展现出来的一些症状 还有呢,他可能会引起一些问题 那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评估 自我评估 那在这个网站上他就提到说 没有任何一个年龄层呢 可以说我是不可能产生呼吸道健康的问题 那我们常常都认为说 有呼吸道问题的人可能是老人家 肥胖的人 或者是常常是男人比较会打呼 或者是一些肺部有疾病的人 那事实上呢 呼吸道的不健康的人 可以出现在任何的年龄层 甚至于他可能在婴儿期 小朋友或是青少年期 或者是年轻人 或是呢 他会出现在比较瘦弱的女人 那他在这个网站上呢 他有立了很多的症状 那他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的话 你可能就表示说 你可能有呼吸道的问题 那很有他这个做得还不错 就是说你可以点进去 然后他会问你一些问题 然后他会告诉你的分数 是不是你是一个有风险的 你是不是在一个危险群里面 好那常常有一些病人会跟我说 诶医生你怎么这么厉害 你怎么知道他有一些呼吸道上的问题 或者我知道你睡眠方面的问题 那这边这个网站上有提到 事实上口腔 你的牙齿 跟你脸部的一些特征 是你口腔里面的舌头 等等 那可以让我们看出来 你是不是 是有这样呼吸道的风险 好那这个 他里面有一个概念 就是可以大家家长 可以家长看的 好 阿底相的症状 关于口腔的 假设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你的 有些口臭的问题 或者是 你的牙齿不整齐 或者是你的牙齿的排列 很生咬 或是呢 你的牙齿上有一些磨耗的痕迹 好 或者是呢 你有扁桃腺肿大的问题 或者是你曾经呢 有做过扁桃腺或腺样题的手术 或者是你是口呼吸的病人 或者是你的牙齿呢 长的那个骨头非常的狭窄 或者是呢 你下额骨呢 非常的厚缩 或者是你舌头上呢 有一些痕迹 这些牙齿的压痕 在侧方的地方 或者是你有说话的问题 或者是你说话的时候 或者是不说话的时候 常常有舌头往前伸的伸出来的问题 或是你有缺牙的问题 或者是你舌细带太短 或者是呢 如果是婴儿的话 他可能在喂母乳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困难 好 那关于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症兆呢 就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如果病人有一些胃食道逆流 过敏 气喘 或者是很喜欢吃一些甜食 或者是他有黑眼圈 那还有呢 他有一些消化的问题 或者是呢 他常常会有中耳炎 喉咙会发炎 感冒 扁桃腺肿 或者是他常常会头痛 或者是脖子痛 或者是头痛 慢性头痛的问题 或是缺点 或者是他的姿势不良 头颅部的姿势 或者是身体站立的姿势不良 那关于睡眠方面 你也可以评估看看 你是不是有这些呼吸道的问题 如果像小孩子的话 他会有尿床的问题 成年人的话 是常常半夜的时候 会起来上好几次的厕所 或者是他有 睡眠的时候会有打呼 或者是呼吸的声音 非常的大声 或者是他常常半夜的时候呢 会醒过来 而且几乎每个晚上都会 或者是很浅眠 很容易睡觉的时候 会被受干扰 或者是他睡觉的时候呢 就是很 就是没有办法睡得很好 没有办法睡得很深 很容易就被叫起来了 或者是睡眠的时候呢 常常会有一些脚步会抽筋啊 或是睡觉的时候脚会不自主地运动 抽动 然后是他会在说梦话 或者甚至也会梦游 或者是说他很难 就是睡得很 一直沉睡 或者是很难入睡 那他这边也有评估表 你可以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睡眠方面的问题 那他对于一些心理啊 或者是一些行为的影响 我们才会看到 有些有病人呢 他会有过动 或者是一些行为上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他会有一些焦虑 或者是沮丧 忧郁 或是还有学习上的问题 或是他记忆力不好 没有办法记住事情 或者是呢 他会有白天的时候会很累 白天常常会想睡觉 那这些症 刚刚讲的是一些症状 在下来他是讲说 你长期下来 你会有什么样的风险 那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有讲过 也就是心防战斗 这个是癌症 或是心血管的疾病 高血压 肥胖 还有糖尿病 好 那我们现在再来讲一些 打一些口洽里面的例子 来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刚刚到底在讲些什么 好 那这个是一个 刚刚讲的 这个伤额骨 这个伤额骨 非常的凹陷 这个是生咬的病人 生咬的病人 那其实代表的 常常是下巴的位置 非常的厚缩 那这个口内呢 可以看到 他的舌头 非常的厚缩 那这个是 对不起 他这个是讲话的时候呢 舌头都会放到 牙齿的中间 会挤到前面 前方去 所以你很容易就会看他的舌头 或者你如果跟他听他来讲话 你会觉得发音有点不太准 因为他舌头常常顶在下 下前牙的位置 那刚刚也提到说 哇 有时候你会看到他当有 非常非常的狭小 然后牙齿不整齐 这个上额骨 非常的凹陷 那下额呢 也是 不整齐 然后舌头非常的厚缩 那有些病人 他的舌细带非常的短 他舌头很大 那这个也是 一个可能会产生 这些问题的 好发群之一 那就是同样 很狭窄 不整齐 伤额很凹陷 那从外表去看的话 我们常常看到 有口呼吸的病人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或者是下额非常厚缩的病人 那今天就是跟各位分享这一些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 我们其实上次可以判读的出来 哪些病人 他可能是一个高原型 高危险群 那我们会跟你做一些咨询 那我们自己诊座 本身也有一些问卷可以填 那各位如果怀疑 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 或是你来看诊的时候 如果我们认为 你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 我们就会请你 去做一个评估表 好 那在这里呢 就跟这个分享到这边 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来看诊的时候 再跟医生做咨询 在这里先祝各位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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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